大家好,欢迎来到表树坎世界 今天是在外面出行了差不多将近两周以后 第一次回到办公室 从昨天回来以后就一直没闲着 因为在我的朋友圈里有很多的人看到我回家了 就立马来联系我,希望给他们一些建议 那么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 这些想出来的朋友们的顾虑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顾虑 其实呢,和大家都一样 我出国之前也是有自己的顾虑的 对吧,毕竟在国内第一有父母 有兄弟姊妹,对吧 有朋友 有自己熟悉的社交圈 很多人还有自己的事业 你让他们一下子放弃这一些牵挂 是非常难的 所以呢,这些朋友呢,在最近就跟我谈这些事情 就是说,毕竟 上有老,下有小 这个要想按照国内的话说,润出来的话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主要呢,不是说这个经济上的原因 主要是情感上的原因 牵挂很多 那么怎么办呢 对吧 中国有一句很传统的话就是说 这个父母再不远行 否则的话我们不是孝子 是吧 有这种传统思想的人实际上还真不少 像我这种是不是属于非常不孝的儿子呢 是吧 三十几年前就跑出来了 但是呢,人生苦短 我们的父母有他们的使命 他们的使命就是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然后把我们抚养成人 那么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使命 我们的使命呢,是对我们自己 也是对我们的孩子 对我们的老婆负责任 这是我们的主要担当 不是说我们出来了以后就不管父母了 我们出来一样一样管父母啊 对不对 这个这个 通过各种形式和各种方式吧 来照顾父母 是吧 甚至像我身边有很多这个从中国出来的朋友 他们在拿到美国公民身份之后 有不少把这个父母啊 老丈人啊 对吧 丈母娘啊 都搬到美国来了啊 其实这种人也挺多的 当然了 我没有啊 我这个不孝子啊 没有这么做啊 那么对于有这种牵挂很多的朋友们来讲啊 也可以的 考虑一下 然后呢 先出来看一看啊 因为说实在的 很多人就是说 想一步到位 我觉得这种事情是不太容易的啊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 一步到位 我来了以后就不走了 或者是怎么样 这种对绝大多数人来讲啊 它是不现实啊 所以呢 我建议啊 这一类的朋友呢 可以出来先看一看 对吧 先看一看 了解一下啊 无论你是去哪个国家啊 无论是美国或者是日本或者是欧洲 这些地方对你自己或者对于你个人这个今后未来事业的发展 还有包括孩子的教育 对吧 对于家庭的未来啊 究竟有哪些利弊啊 我们做事情都是要看两方面对吧 要看到利 同时也要看到弊啊 既然就要看到好的地方 也要看到风险的地方 是不是 然后衡量这个风险的大小 我是应该继续待在国内建设社会主义呢 还是到资本主义社会来发展自己的未来 和给孩子做一个铺垫 是吧 所以这些呢 都要考虑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经济上的原因 因为最近这两年三年了吧 国内这个严控对于很多人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特别是在经济方面 企业是把运营不顺畅 自己的小型商业经常是关门 对吧 那么大公族呢 是今天有班上 明天没班上 所以每个人都遭遇到不少的困难 那么从经济的角度上来看 是不是划算 是不是有钱能够出来 这个也要考虑 那么前不久 有一位国内的观众联系到我 他说他要从广西那儿爬山过去 我觉得我说这个风险太大了 你爬到哪儿去啊 是不是 而且广西这种地方是 过去在很早以前了 就是五十年代四十年代末的时候 都是土匪出入的 据说是群山峻岭相当多 你要想跨越这么多的群山 也并不容易 你是去越南的还是去哪里啊 广西究竟是跟哪些地方接壤 我也不是很清楚啊 反正越南是肯定的 所以这种现不现实 那我也不知道 我个人认为是不太现实的 但是可以看得出大家的决心 和大家的那个愿望 特别是想出来的愿望 是非常强烈的 但是无论这个个人的情况是究竟怎么样啊 我依然是建议大家要仔细的衡量 仔细的策划 一定要策划 不是说脑子一下子热了 看了一些油管的节目 就说哎呀 我得立马就走 当然了 有立马走的想法是好的啊 因为现在你看这个政策变化是非常的快啊 今天我又早上一起来一看 说是联通啊 中国电信呢 在跟一些国内的大企业要搞混合制啊 就是把这些什么腾讯啊 这些大公司都一起搞混合制企业 我就不太懂这个混合制和过去50年代搞的公司合影有多大的区别 也就是说这个政策变化呢 是我们很难预料到的 而且呢 似乎不看好这些政策变化啊 我个人是不看好这些政策变化 总觉得这有点像走回头路了啊 所以呢 这个想出来的呢 能够尽快的啊 这个考虑这些问题和规划这些问题啊 要做到有准备啊 不是说头脑一热就跑去美国领事馆去签证 我这刚刚有一位大学的好哥们儿啊 他的孩子去办签证 当然我还没有跟他仔细的聊 不知道他办的签证是什么签证 他跟我讲 他说签证被拒签了啊 因为孩子是单身啊 而且又是女性 后来我就跟他讲 我说那你签证之前 为什么不跟我打个招呼呢 你知道我做这个行业 已经做了十几年了 为什么不来问我一下呢 你现在就是说啊 被拒签了来找我来了 是不是 被拒签了来找我 那你说要想不救的话 是非常困难的啊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准备 好 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 咱们下次再见